好,這邊是講到吃二氧化碳的製備 那二氧化碳在國二的部分呢 我們用到的材料有什麼呢? 首先,材料就是 第一個,你要用大理石 像各位,現在腳上面的地板就是大理石 像說白白的石棗就是大理石 欸,你們有這個印象嗎? 如果你把鹽酸放在地板上,會把你冒冒泡泡 對不對?不是我冒冒泡 大理石或者是貝殼 像牡蠣殼 這些殼的成分是什麼呢? 它們成分叫做碳酸鈣 我把它想去 它們都是由碳酸鈣所構成的 碳酸鈣 這個東西呢,我們在國二下會背它的化石 它們叫做CA CO3 CA是鈣,CO3是碳酸 碳酸鈣 好,那為什麼呢? 這種碳酸鈣呢,貝殼這種東西呢 它跟誰反應會產生熱氧化碳呢? 它跟酸 與 酸反應 酸 任何酸的東西,不管是 鹽酸、素酸、消酸、硫酸 只要是酸 與酸反應都會產生什麼呢? 它會產生出二氧化碳 我直接寫CO2 這個CO2的寫法 產生二氧化碳CO2 好,那這個東西可以拿來做什麼用呢? 二氧化碳不知道做什麼用呢? 呃,可以當滅火器嘛對不對 滅火器就是這樣 所以有種滅火器叫做酸鹼滅火器 那我們之後就來做這個饗宴 好,那反應式就是這樣子 反應式就是 大理石 應該說碳酸鈣 我們直接寫它的 像,各位,碳酸鈣算是什麼物質? 不能改純物質 純物質啊 如果是純的碳酸鈣 碳酸鈣叫做化合物 你知道嗎? 它是由鈣跟碳酸化合合成 它因為成分很固定 所以它叫做化合物質 也是一種什麼物質呢? 純物質 碳酸鈣呢 遇到了 我們 課本上是用鹽酸去跟它含例 就是洗廁所的鹽酸 好,它會產生什麼東西呢? 會產生二氧化碳 還有呢,一種物質叫做 這個叫做水 然後它的水 跟這個叫做 鹽酸 它是叫做HCl 它會產生叫做氯化鈣 還有一個叫做氯化鈣 氯化鈣 好,那這個化學是 就是以後再學 CACO3加HCl 會變成氯化鈣 因為化學式是化學世界的那種語言 所以我們喜歡用化學式來表示 好,那麼第二個呢 二氧化鈣因為它越融與水 CO2呢,越融與水 融水會變什麼東西呢? 就叫做氯化鈣 就叫汽水 對 越融與水變成碳酸 你知道嗎? 形成所謂的碳酸 但是呢,為了方便收集 我們還是用什麼方式? 今天用比較多排水集氣法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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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C-L 好 那麼呢,二氧化鈣有什麼性質呢? 二氧化鈣的性質就是 它是不可燃不觸燃 那密度比較怎麼樣呢? 密度會大於什麼? 空氣 好,密度大於空氣 而且會讓澄清石灰水變什麼呢? 澄清的石灰水變混濁 這是它的特性 這是它的特性 為什麼會變混濁呢? 澄清水變混濁 這是屬於什麼電化? 物理變化化學? 化學 這個混濁是因為裡面產生什麼? 白白的東西對不對? 那個白白的東西就是碳酸幹 所以它又滑回去 就是石灰水碰到二氧化鈣又變成碳酸幹 這是它的特性 好,那溶於水呢?它會成什麼性呢? 弱酸性 溶於水之後就叫做碳酸 溶於水之後就形成碳酸 所以我們的那個汽水要什麼飲料呢? 碳酸飲料 好,弱酸性 碳酸是弱酸,很弱的酸 所以我們可以拿來喝 不會受傷 好 最後一個 那個 我把二氧化鈣變固體 CO2的固體我們叫什麼? 叫做乾冰 乾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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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冰放在空氣中會發脾氣 會有冒煙的生滑 乾冰是負氣發酷 對,它會生滑 好,因為它的實驗裝飾跟今天的實驗裝飾很相似 我就不再講 好,所以這是喝癢的部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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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